国务院总理李强16号在南宁会见老窝总理宋赛 李强表示 中国始终从战略高度把握中老关系 愿同老方一道 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 紧紧围绕建设高标准 高质量 高水平的 中老命运共同体这条主线 加强发展战略对接 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持续深化互联互通 经贸 人文等领域合作 为两国人民谋福祉 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 中方支持老窝担任明年东盟轮值主席国 愿同老方共同推进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 宋赛表示 老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坚定支持中方维护自身核心利益 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各项重要倡议 愿同中方统筹推进 共建一带一路和各领域合作 共同维护战略利益 推动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提制升级